這巧克力好好吃喔 你已經變胖了不要再吃了 真的不能再吃了 真的蠻好變胖的 還好這一包是最後一包 很明顯嗎? 還好只買了兩包 不然你這樣一個吃真的是不行 可是下次去美國不知道什麼時候 你知道這個就是賭神的概念 巧克力配啤酒 一口巧克力 一口巧克力 人家就是吃了巧克力 你並沒有配啤酒 一口啤酒 我們好久沒有拍智能家具了 我們業配接太多了 都一直在拍裝潢 我們智能家具其實已經卡了一陣子 對好久沒拍 那知道有卡多久嗎? 其實大家看到後面的東西 在那邊 這邊這一個是綠心 然後這個是什麼 中間的小米那一台是什麼 空氣清淨機嗎 然後這裡這一個 這個是我買的塵蠻機 然後賽衣架 除濕機 我不誇張 那邊大概從八月吧 應該八月吧 到現在都還多 因為現在越來越多人拍智能家具了 我覺得開這些就是慢慢開 我今天要讓我們不聰明的東西變聰明 這樣比較酷 就是你要讓不是小米的東西 能跟著小米的系統 最近最主要就是要開除濕機啊 只是一般我們買兩台新的廚師機在那邊 你知道最聰明是怎麼樣嗎? 是怎樣? 就是架對好老紅 這些事情就不用想 是不是? 我是不是很聰明 你都講實話 我說的是事實 我跟你講 這種東西這麼難 就是你總是一定要有一個人擅長什麼 有一個人不擅長什麼 或者有第二個方式 嗯 就是你錢賺多一點都叫別人來 好也對 好啦你要讓我講重點 你再拉下去 我們又不用 一定要開這個除濕機 對 因為我已經真的受不了 他昨天一直唸我說這個 我說這到底要擺多久 我那塊地板搬到 搬家到現在竟然還沒脫 可是你看你不要講 拍片之前我弄多久 我設定是設定超久的 對我都已經騎完 腳踏車了 洗澡也洗好 乳液也擦好 都換上睡衣了 那今天我就想了一個比較酷一點的方式啊 就是如果你家裡有舊的除濕機 或者你在買一些除濕機的預算 沒有這麼高的時候 賣比較低階的 比如說像有些五千塊左右的除濕機 它不能自訂濕度 你知道有些除濕機是不能定濕度的嗎 有啊 對啊 你放公式的就不行啊 對啊 你放公式的就是只有 舒服一點 跟偶要很除濕兩種選項 對就是很除濕就是連續啦 那今天我就想說 你怎麼大概再花個一兩千塊左右的預算 除濕機自動開更廣 那第一步很重要的就是你除濕機 一定要有一個叫做自動復歸的功能 你知道什麼是自動復歸嗎 不知道 就是假設它今天停電 斷電之後 如果電又來了 又會回到它當初停電之前的狀態 所以你現在講的這個方法是比較適合 家裡本來就有除濕機 可是想要讓它智能化 對 那最主要就是透過智能的一些插座啦 把除濕機插到這個插座上面 小米的智能插座有好多個版本 有GDP版有Wi-Fi版 然後像這個也是Wi-Fi版有很多種 有些版本像基礎版的插座就是 不能知道它的瓦數跟用點量 所以我建議稍微買好一點點的 就是比如說像是增強版啊 或者是牆壁插座 如果最好就是用牆壁插座啦 就像我們這個 牆壁插座它就可以知道它的用點量 對而且第二點就是像我們直接就是把小米的牆壁插座裝來這的時候 我就不需要再裝這個了 所以它是一樣的 對一樣的 我就直接去控制這個牆壁插座的開關來控制除濕機 所以第一個你要先有一個智能插座 無論是在牆壁還是像這種的都可以 第二個你要有的東西是 除濕機 這個 這個叫溫濕度的感應器 可是這個是走ZB的啦 所以你必須要有個網關 不知道ZB可以看我前幾集有介紹 講到這裡你懂嗎 目前懂 好那沒關係 反正這個是溫濕度機 如果你有興趣我會把連結放在底下 你自己去看 然後再來就是你只要有一台除濕機就可以 我們先把這台打開 來 你買什麼顏色阿 讓你猜 白的阿一定是白的 一定是白的嗎 除濕機有別的顏色嗎 有阿 有紫色的嗎那種奇奇怪怪的 但是沒有吧 就是 除濕機感覺就是很正常阿 就是都是那個顏色的感覺阿 你看一下 皮擦取 對這台是日地的薯 漂亮嗎 就 就 其實 就是那樣阿 我覺得現在大家都長得差不多耶 真的 就是到最後就是像手機到最後 大家好像都長得差不多 沒有什麼太大的差 對沒有很大的差別 我們先把這些膠帶給撕開 嗯 好 上面這個是玫瑰粉耶 對啊玫瑰的阿 滿美的 你兩台買一樣顏色嗎 我忘記了好像是一樣 買太久 買來又不知道買 對啊放太久 滿美的耶 對啊那個玫瑰粉滿美的 欸這台設計的還可以耶 這個插座是藏在裡面的 像吸塵器一樣的概念 沒關係我們先把它插插頭 我先示範什麼是自動浮規 比如說我們現在是打開的 那我們的濕度設定在 這台還不錯啦 就是這台我算是買比較好的 如果你是用智能插座 透過濕度計去控制 就不用買到這樣 可以買低階一點的 比如說我現在設定濕度是60嘛 對不對 好設定濕度是60 那我現在把插頭拔掉 拔掉了 然後我再插回去 欸它又自動運轉了 我都不用按 然後它一樣濕度還是設定在60 不會跑掉 這樣就叫自動復規 我們先把它一直調在 不斷的運轉 就把濕度設到最低嘛 先設到最低 不可能打到 很難打到45下啦 它最低就是45 欸40 不可能到40 你先調到40 40跟一直運轉有什麼關係 40是濕度嘛 濕度低於40的時候 機器就會停下來 可是濕度40很難 在台灣你大概打到這台都壞掉 也打不到40 打到壞掉是什麼意思 就是 什麼叫打 就是機器怎麼運轉 它都 沒辦法 到那個濕度 接著啊非常簡單 你只要在智能的地方 就是在智能地方這邊 設定好 設定上面濕度是60的啦 我把這兩個打開 就是 當 濕度高於62的時候 這個插座就打開 濕度低於58的時候 這個插座就關起來 這樣你懂我意思嗎 那在兩個溫度中間的時候怎麼辦 在兩個溫度中間的時候 就是 就是不一定啊 你看喔 如果它是觸發嘛 今天碰到濕度是62就打開 機器打開的時候 是不是濕度有慢慢降 啊 碰到58的時候 機器就關起來 喔 所以你有給它一個空間 對對對 就一定要設一點空間 58機器關起來以後 它慢慢慢慢又升到60的時候 機器又打開了 懂我意思嗎 所以 它就是在58到62之間 很適合 你有控制力很強的人 這蠻變態的 我覺得有一點 對就是你那個就會變得很精準 對啊就會變得很精準 對 然後大家可以看一下 因為一般那就是 一般廚師機是不是就是 你就設定說 喔我就在60 它就一直維持在那 也不是維持啦 它一定還是有range嘛 就是跟這個原理是一樣的 當然大家看一下 我底下還有一組 有沒有 有 底下還有一組 就是設定在50的 如果我把這兩個關起來 然後這兩個打開 就等於是這個濕度就設定在50 嗯 對 這樣懂嗎 懂啊 懂齁 所以我四種都要設定 對就是 我下面這個 所以我想要幾種 我就要設定幾種 對 一種就是兩組 因為一個是負責開 一個是負責關 那今天比較厲害是說 你怎麼去透過小愛同學去控制濕度 這很複雜喔 應該沒有人這樣做過 呵呵 你幹嘛深呼吸 就是 你知道 就是大學如果聽教授講課的時候 呵呵呵 到這時候我通常就會想說 看一下才有多大學 欸我剛才設定很久欸 你看喔 我先試結果給大家看 讓我大概講一下過程 我怎麼做的 然後我不做得很細 你有沒有看 你有沒有注意到 現在下面的設定50 是打開的 對不對 我現在濕度是設定50 我這時候說 我說小愛同學 對 對 設定60 好的 場景已執行 好 這時候你還不會看到這個60已經打開了 因為它這個你要 必須把它關起來 然後我們再打開一次就看 你就會發現說 這部分真的比較難 你看有沒有注意到 上面60兩個打開 下面50兩個是關起來的 嗯 那小愛同學 小愛同學 我在 設定50 好的 場景已執行 你就會發現 智慧部分50 就已經打開了 我的小米設備真的太多 欸有沒有 嗯 這樣你有沒有覺得比較酷一點 還好對不對 就 我覺得以一般如果 應該說以一般家庭婦女來講 不會 不會 自己去跟小愛同學說講 實在 因為這個變化 玩法可以很多啦 就是你 這個只是 其中一個 我還是把它關起來 它有點長 我覺得應該說 像這個方法 可以套用在很多 電器上 對啊 非常多啊 只是說 看你要套用在什麼東西上 對 因為其實你也可以 比如說 這個方法 你也可以設定 冷氣的溫度啊 或是什麼 你可以用同樣的原理 去控制 小米的遙控器 去設定 你冷氣要設定幾度 都可以 對 所以就是 最主要是 告訴大家 設定的方法 對 你要設定什麼都可以 我大概講一下怎麼設定啦 可是詳細有點複雜 你必須先新增 兩個 手動執行 那 像我這個手動執行 就是做了四件事情 就是把 另外兩個關起來 其中兩個打開 就是在設定60的時候 就是把50的關閉 60的打開 另外我再設一個 60的關閉 50的打開 就是設兩種 接下來呢 我就是要用語音 去觸發這兩個 那我就要透過 小米AI的小愛同學 訓練計畫 這邊 去設定說 如果我講 設定50的時候 他去把 剛才那個 手動智能 給打開 是不是很複雜 你知道為什麼 剛才搞那麼久嗎 好累啊 而且剛才 他在設定的時候 有點麻煩 是說 就是你 輸入繁體 有時候會有些錯誤 所以你都要弄成間 你要把它弄成間 對啊 我其實有點疲倦 他只是說同理啦 你可以就是用 早上你想做什麼事 那 溫度是怎麼樣 你想做什麼 你就不用管他 設定 甚至你可以做到說 你早上幾點的時候 10度想要設定 比如說 人都不在的時候 你10度想要 高一點 那你 人都在的時候 10度想要低一點 之類的 所以我可以設定時間 決定他的時間 可以啊 當然可以 所以 他其實用途有很多 那這只是我其中的一個 舉例 就是讓 笨的 廚師機變聰明 可是我覺得我們家 不需要這個 因為我買的廚師機很聰明 他可以設定濕度 怎麼辦 你今天多幾點 不是啊 其實我原本有 我買的是沒有設定濕度 後來我發現到貨是可以的 所以有點尷尬 那你可以設定店裡的啊 其實我公司的早就已經這樣做了 哦 對其實我本來就有這樣做啊 只是說 沒有做到這麼聰明 還用嘴巴去設定濕度 可是他原本就是跟著濕度 控制廚師機的開根管 因為這樣子會比較能夠精準的知道說 而且 其實如果你有小米的溫濕度機啊 你就可以記錄你 比如說辦公室 比如說家裡一整天的溫濕度 其實是蠻方便的 如果他能多一個功能 我覺得會更棒 就是他如果水滿了 可以幫你倒水 他水滿了可不可以告訴我 水滿了告訴你 我想想看喔 這部分比較難 可是 我覺得有機會做到的是說 如果 如果小米他把你插座的用電瓦數 我講的用電瓦數 的資訊給讀出來 他就可以告訴你 當你用電瓦數低於 比如說低於3瓦的時候 因為他就沒在運作 停機了嘛 然後他自動推播到你的手機 嗯 這樣就可以 就是 其實一定可以做到 只是說小米他有沒有辦法把這個 資訊 對因為這個用到人太少 對不對 因為他現在看起來是 看不出來 就是 不會哪裡亮燈說我滿了 對啊 他有這麼小一個牛 對啊 說滿水 所以我在想說 他有沒有比較 就是 聰明的方法告訴我 他已經滿了 好 那還有一個方式啊 我們家不是廚房的那個 那個水的警示器嗎 對啊 把它黏在那個水箱裡面 就水高過多少的時候 他就會叫啊 那很吵 那如果他半夜的時候滿了 我不知道他要睡嗎 那你又想知道 你又覺得吵 所以我是說 他有沒有辦法 比如說就是通知手機 然後這樣啾啾 然後就找你嘛 然後你回家的時候 就要記得換他 可以啊 可以啊 這樣 這樣才有智能啊 我覺得其實 關營這一點 我覺得你接一根水管 就好了 關營今天你老公 我覺得他今天拍這個影片 自打嘴巴怎麼辦 欸我花了很多錢 欸我剛才光設定這些東西 你現在講到重點 你花了很多錢 花了很多心思 我剛才設定 他剛剛真的設定非常久 對我剛才設定好久 然後大家看我大素顏 反正他剛剛真的設定很久啦 然後我是覺得說 如果你家真的有很舊的廚師機 你可以用這個方法試試看 可是如果你家已經有很非常智能 非常聰明的 你就是用最一般的方法就可以了 不一定啊 你看你就算再怎麼智能 現在廚師機沒有人用語音 就可以控制濕度了 是沒有 對啊你看你老公是不是很棒 你老公是不是很聰明 是不是很帥 是不是很瘦 可是我覺得我應該要把它 就是 我覺得設定50 這件事情 有一點太專業 我覺得應該把它調成口語化一點 就是你應該要改變你的文字 那那個只是一個示範而已嘛 對對對 對啊 就是比較適合小朋友講 比如說老婆 失一點 老婆 不要亂講 你又要亂講 就是我一直是說要講得比較簡單一點 好 我們今天影片很長 記得要結束了 超長的 好今天影片結束 大家如果睡不著之前都可以看這一部喔 推薦大家很催眠 這部也超長 今天影片結束啦 如果你喜歡今天的影片 要分享 一定要分享 他今天真的花了非常久的心思 對啊大家都在拍智能 我怎麼可以拍一些 那個只有拍一些智能的 他意思是說就是要拍得再更智能的 對 要有一點不一樣的電話了啦 對我覺得你 太難 這真的太難了 好啦 這真的好難喔 你剛剛講的太難 欸其實還有更多更難的東西 你這樣 你知道就是你的智能家居 應該會分成有國小班 國中班高中班 我覺得你這已經 就是直接到碩士班 我覺得有點累 太難了 真的嗎 我剛剛其實有 真的有 要花一點心思專心聽 你有沒有辦法聽懂 對我講真的 世間有點小複雜 希望大家都有那個 實際 有吸收到可以實際去操作的功能 對他的電話真的很多 好我要睡了 晚安 你先見啦 掰掰 自然是